中国方面认为下一步主要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来创造一个常态化和标准化的环境 双向波动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真正一个国际化的货币都是非常正常的 只要它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那么其实人民币现在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再进一步的在发展 那么现在人民币已经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一个国际货币了 那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更加常态化更加标准化 这样就使得国内国外的参与者能够更有信心的来使用人民币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 其实下一步的改革就必须跟中国的我们金融业的大的改革的背景是相提配的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 以及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